中越战争 云南两个方向 对越南的六个省十一个进行攻击 经过解放军战士的英勇作战 打扮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军 连续攻撤老街 高平 亮山三座重要的省会城市 距离越南首都河内不过四十公里 三月五日 中国军队宣布撤军 三月十六日 中国军队全部撤军境内 胜利地完成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关于中越战争爆发的起因 官方的说法是越南统一之后 在苏联的支持下 进行了疯狂的排华 反华国度 侵犯中国领土 不断制造事端挑衅中国 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发动了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 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情谊 因为越南刚刚结束 越战争不休息生息 就挑衅中国 这不是找死了吗 其实中越战争爆发 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之所以越南最后与中国反目 是因为越南战争结束之后 中国的国内经济很严峻 于是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并且希望其自力更生 但是越南长期以来 都是依赖中国和苏联的援助生存 这个时候中国突然说不援助 越南肯定不乐意 与之相反的是 苏联的援助不减反增 而这个时候中国与苏联交入 越南看见苏联还在大力支援自己 于是一头倒向了苏联 而苏联又希望拉拢越南牵制中国 最终中越关系破裂 还有一个原因是1978年12月25日 越南入侵柬埔寨 这是中国不能忍的 因为柬埔寨是中国的盟国 中国对越自卫反激战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挽救当时柬埔寨红色GM政权 返回柬埔寨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轮选